好,来看到在偏远的山区或是荒凉之地 总会吸引不法业者或是民众随意乱倒垃圾 为了减少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的破坏 林务局华联领馆处除了加强巡查 增设科技执法设备 近年来更是大力推行向海致敬的计划 针对墙内的山林、树林环境来做整理 并且携手垂降志工来办理多起的进山活动 志工们穿上装备、洗上绳索 熟练的垂降到山坡下方 将整片山叶的资源废弃物及垃圾 逐一送上路面进行分类打包 这是日前林务局华联领馆处 特别携手民间垂降志工所办理的进山活动 因为上我们一年大概办一到两次 那我们每次清出来的垃圾 大概是一吨到三吨之间 那这些垃圾量大部分都是比较是成年的性格 那藉由户外艺术 他们有一些攀岩 有一些技术类的这些方面 在偏远山区或荒凉之地 总会吸引到不乏业者或民众 随意乱丢垃圾 在领馆处南华工作站 辖内的五万多潜陵地中 除了193县道外 还有鲤玉滩通往自学村的辞职道路 吉安乡的逢林步道 延辽地区的国庆庙等四处 都成了违规热点 那我们会针对这个热点 由我们的巡护人员来 加强做一些刑法这样的动作 但是人力总是没办法 24小时都去兼顾到 所以说我们另外一种做法 就针对比较常发现的这些热点 我们会装设一些微型摄影机 当然这些微型摄影机 我们会随着不同的时段 或者不同的热点去做一些调整 南华工作站主任基友廷也表示 华联的好山好水 需要大家一同维护 乱丢废弃物除了会造成环境污染 也会导致野生动物的危害 因此呼吁民众 针对废弃物可以拿到垃圾场 或合法的场域丢弃 如有发现违规将会依森林法 第四十三条规定 开罚6到30万元罚还 记者徐立芹 受风向报导